动静态的餐饮挑战在台湾首度举办这类型的国际性赛事 13个国家的选手评审一一拿出看家本领将最好的成果展现给大家 从中西料理到各式各样的甜点都能够看出 参赛者利用每个国家的特色食材发挥创意 在地的樱桃鸭胸 我们都知道宜兰的一个在地的樱桃鸭胸 它其实质地非常好不输国外进口的 所以它用了我们的一个在地的鸭胸 去把它做成樱桃鸭胸 它做成一个慕斯 然后用猪网油再把它包住 非常的一个台式 但是用一个西式的方式去呈现 然后这边用石斑鱼更特别的 它石斑鱼一样用泼菜跟猪网油去把它包覆住了之后 里面是一个石斑鱼的慕斯 那石斑鱼我们都知道 在台湾是不可或缺的 那个喜宴啊餐桌啊必备的一个食材 所以这位选手呢我想他非常特别 把这些东西全部用在比赛当中 韩国是台湾民众出国游玩的热门地区之一 在韩国的饮食文化上多少也透过了相关的节目了解 在餐饮挑战赛上韩国团队将秉持喜庆的甜点意义的端上桌 光是用看的就让人口水直流 所有现在看到的这些 首先就是甜点 就是说韩国的传统饮食当中 所有的餐饮食完了之后 最终就是一个甜点 每个人都可以尝试 你可以看得到的话全都是很小小的 就是我们韩国传统的一个饮食文化 专门也是我们的甜点 现在所看到的这些韩国 是韩国传统的文书里面所记载的东西 现在的选手们呢 参考这个古书 然后呢再在线重新出现在 我们现在的社会上的一些产品 时刻三年国际餐饮厨艺裁判们 再次相聚在2023国际亚洲餐饮挑战赛 这次挑战赛包括了主菜 开胃菜 精致甜点 刀工竞赛 动态餐饮服务 花式调酒等等的进动态项目 精彩的程度媲美了奥林匹克 各国评审团也依专业领域 发挥了严谨的评分标准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